好咱们接下来呢 要讲下一个 要干什么过例呢 规定的过例呢 这个规定的过例呢 它本身又有一个特点啊 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什么呀 它不是一个指 它是好多指是不是 那这是怎么办呢 那比如说 它用户选择了多个规格 比如用户选择了多个规格 那肯定是什么呀 肯定要去啊 筛选几次 比如说选两个规格 那肯定选一选两次 也选一选八个规格呢 肯定选了八次 对不对 所以说它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传过来这个 这个规格这个对象 还有几个指是不是 所以说怎么办 对我可以把它循环一下 对吧 所以这个过例呢 规格过例是要做循环的 1.4 好就是按规格过例 过例 它肯定是个循环的结果啊 那么在循环之前 肯定要先判断一下 就是判断一下什么呢 判断一下这个规格 SPEC 怎么的 整体这个规格 不等于闹 对吧 必须保证它是有东西的 对吧 有东西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怎么办呢 要将这里的这个 这个部分 怎么办 转成一个 麦 麦 对象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范形啊 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可以用范形 因为它肯定是个sitrain 肯定是k和值 肯定都是sitrain啊 然后这个麦 好像强于火了 是吧 那这个改名叫 SPEC 好 强转一下 这个获得的串 就和你前端的这个串 是一样的 对吧 和前端的spe的那个串 和这个前端的spec 和这个串是一样的 能理吧 其实就是它 那接下来 怎么办呢 你得到它了 我循环它行不行 我其实就是循环它 4 什么 3 k 循环外部细合都会吧 k3 是不是就循环的 键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在循环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去加这个 这执行这个过滤查询了 实际上它做了一个循环过滤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话 不用改了 肯定是一个 构建一个过滤查询的项 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有个域 这个域应该什么域 spec 还记得吧 还记得吧 看域 是不是要根据这个来去过滤啊 那这是一个什么域啊 是个动态域 所以后边这个部分 它是活的 怎么办 加上谁 是不是就是k 对吧 你传过来这个k 不就是域的这个名字吗 对吧 正好是它的名字 所以说我们这里拼接一下 它就完事了吗 你比如说查的是网络 它这个人传过的就是网络 那好 我现在不就查的是网络吗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怎么办 这里的部分怎么办 这个部分就是 查的是什么内容啊 是不是就属于spec map的值啊 这get的谁啊 get的k ok吧 这样一来呢 把这个根据这个k 根据这个你传过来条件的k 来得到这个动态域的名称 域名全称啊 然后呢 以这个值作为这个这个查询条件 然后呢 进行一个循环过滤 这样一来就实现这个功能啊 然后咱们现在看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咱们现在再去试一下啊 好了 启动完了啊 启完之后呢 我们再次的启动这个web工程 好 现在我启动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搜一下啊 搜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搜手机 手机 好 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手机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具体的刷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刷的是网络 三连同三计啊 连同四计吧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变了 是不是下面都是连同四计的 对吧 这个这个有个电信四计是吧 其实这个是个名称的问题啊 这个 这一条记录应该也是个连同的 这是个标题啊 这是个标题 看了 是不是都连同连同四计是吧 这个这个都是标题啊 这个是标题 实际上在数据库里的 他他这个里的存的那个 规格的那个值实际上是这个连同四计 因为他这个他这显示的是标题 那个连啊 有的时候呢 数据有可能会不一样啊 但是但是大部分你看到是不是都跟着变的 我现在把把这个撤销掉啊 然后呢 再给你换一个什么呢 现在一个机身内存一般是吧 看了吗 是不是都出了这个东西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都是128G的密存啊 这就是一个筛选啊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在进一步筛是吧 两个条件一起筛 连同四计划 这就没有了是吧 没有符合条件的记录 这边选一个 有没有 移动 移动四计 有一个 对吧 就是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组合 是吧 就想 我把切掉 是不是又出了一堆 这就是我们说的过滤查识 根据规格来过滤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对 对 对